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二台學歲祝福你 庚子鼠連合家歡 我是Mate in Hong Kong 李志剛 新年祝大家剛柔並重 我是超B 我當然祝大家有超強的能耐 我是阿桃 當然祝大家桃花滿滿 但最重要當然祝大家 合家平安 恭喜恭喜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 幫你祈福 謝謝 我全家都很幸福 清清水倒入每個排水口 還要定期檢查洗手盆 浴缸、座廁和地台排水口 去水管如果有滲漏、浴塞 或排水口有臭味 應立即安排合資格技工 檢查和維修 千萬不要擅自改裝渠管 上chp.gov.hk 了解多些 時刻粉 粉、力、力、增、尚油 粉、法、時刻 DSE 支持劉蓮吳寶城 粉、法、時刻 DSE 由香港電台文教組 博友社聯合製作 粉、法、時刻 DSE 開始今天 粉、法、時刻 DSE 寶城老師 是,劉蓮,你好 恭喜恭喜 祝你鼠連身體壯見 當然讀書方面 或教書方面 就更加非常好 同學又拿到好的成績 謝謝你 我祝你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然後當然是勵士逗來 收了咪高峰才慢慢處理 好 但最重要是我們互相祝賀 希望我們的同學 成績是好 學業進步 DSE獲得好成績 可能是最重要的 是,所以會不會 其實是在鼠連的大年初一 星期六來的 晚上八點多 可能是在家團年的時候 都要拿一些貨本出來 繼續溫習一下 對,聽一聽 為了一個好成績 要勤力一點也沒辦法 但希望今天聽完之後 真的可以在成績上有所進步 還有每次聽一份飯 時刻DSE都會拿到一些提示 希望等待你們迎接這個DSE 可以順利度過 是的 請我們鼠連的這位嘉賓出場 開始了 時刻發粉,力增上游 粉髮第一 粉髮第一 今天粉髮時刻DSE請來英王教育的 可以叫他KW號 或者叫他Siris 你好Siris 你好 你好,鼠連快樂 鼠連快樂 也祝這麼多同學 鼠連快樂 最重要是學業進步 希望DSE都可以考得好 我們今天談談歷史科 歷史科的印象應該有很多題目 全世界所有國家 或多年的歷史 其實DSE的歷史科考的範圍 是否所有國家 所有年代都會考的 其實歷史科的範圍很小 我相信在DSE這麼多科 歷史科的範圍算是數一數月最小 因為他本身考的只是1900至2000年 這段時間 而且考的歷史還要收集在歐洲市 包括兩次世界大戰 還有冷戰 還有戰口的國際合作 其實本身範圍很少 當然有些課題就像以色列阿拉拜衝突 現在也有 甚至還有南非的種族界政策 但這些課題我們稱為Elective Topic 其實可以讀不讀 因為DSE分了兩個部份 一個部份是招提四條必答題 另一個部份是在Elective Topic的選擇題 但由於本身以色列阿拉拜 或是巴爾港 或是南非、東南亞等課題 其實本身是不會出招提的 反而只會出在選擇題的Elective Topic部分 所以同學可以不一定的溫度 所以事實上範圍 本身除了歐洲市 關於歐洲之外 以及美國 甚至關於亞洲市的中國 香港及日本之外 其他東西基本上不需要讀都可以 所以範圍100年只讀歐美 加上中國、香港、日本 其實世界上範圍也挺小的 既然內容這麼少 難度在哪裏 或者通常同學在考試時 最多問題出現在哪個地方 範圍小 有好有不好 因為相對上是小東西讀的 但難度在於本身 這一科中的題文用語的變化很大 因為本身很多時候來來去問 都是問 假設第二次大戰 來來去問二次大戰為何會爆發 或者二次大戰會有甚麼影響 或者列強做了甚麼 嘗試阻止戰爭爆發 但實際上他本身問的時候 他的題文字眼的變化可以很大 可能會問most importance 最重要 但有時候他會評論 他問importance most importance和importance 已經是兩個不同的字眼 如果你要證明most 你要怎樣證明 這關稅最重要 你要透過否定其他數從而得出 但如果題目這樣問 這關稅是否重要 純粹問重要的時候 你純粹分析為何重要或不重要 未必需要將其他數衡量 所以我變成現在同學 因為已經是1月底的時間 很快就要考歷史科 我想重點 可能這一系列的 讀多一些以應付考試 其實讀法上最主要有幾類讀法 因為有些學生始終招題特別答摩 SE本身在七條題目中 只需要選擇兩條作答 所以變成有些學生 DBQ的播題純粹有些概率了解 但未必是很熟悉 有些學生都會讀 一面倒只答主題甲 關於亞洲時 或者一面倒只專攻主題語 關於歐洲時 有些學生會這樣攻 但我自己個人是一般的建議 因為始終一面倒攻主題甲 或者一面倒攻主題月的話 因為選題空間真的很窄 因為始終你七條SE中 不算第七條的綜合題 可以選一些地方或者國家作答 不算這條題目之外 如果你只供三條SE的話 真的選擇兩條題目 萬一真的出難一點 或者你選擇的題型 其實選不到的話 你的分數真的很容易拉低 所以特別是通常我們選擇的時候 我會建議 因為始終有些課題比較重要 沒有可否定 就是超市兩次大戰 一戰和二戰 當然歐洲市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它本身來港 基本上題目每年DBQ都會問 而SE固定一定會有 所以會視之為我們課程中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課題 另一個就是我們偉大祖國 一條DBQ 其實都頗穩定 加上本身綜合題大機會都會用到中國 所以實際上 我們會答的題目中 可以用的東西是最多的 所以通常我都會建議 中國回答二戰 再加少許課題 可能可以加冷戰 日本、香港 這些基本上 如果你選擇的時候 可能兩個課題必答 加兩個課題未必定出 二加二 起碼會比一面倒 答主題、夾或主題月 歷史科我也有看考生表現的報告 有幾個地方我都很想問 例如其中一件事 它說同學要取得高分 就要在答題上邏輯分明 內容連貫 思路清晰 可否解釋一下 如何可以在一篇文中 展現這件事才能符合標準 其實本身不是 當然在臨場考試時 你才會做出來 因為平時本身溫習時都頗重要 但你一向都要邏輯分明 思路清晰 所以我都會建議 同學習慣習慣了 努力項目的時候 真的要分清楚一些努力項目 例如 修正認策 2019年的時候 都會問過這件事 英國和法國對德國的孤式政策 或者德國、意大利這些孤式政策 其實我們分析的時候 題目才會問 究竟修正認策 還是極權主義 這兩件事 究竟哪一個對二次大戰爆發更重要 其實我們本身有因的關係 雖然政策是因 我們有果特是二戰爆發 其實雖然政策 我們本身要兩部分都要分開 雖然政策是第一件事 有什麼例子 例如它用退任的方式 會不會例如 德國在當時的 300年的時候 要求拿回當時的蘇台特區 蘇迪特尼 然後英發在當時的 Munic Conference 無理會議中 給了這個地方 這就是雖然政策 但這件事 扣不扣到二戰爆發 如果我們去想的時候 我們是二戰爆發的結果 最後我們扣的時候 會不會是雖然政策導致二戰爆發 我們要分析 它會不會一直加劇德國侵入的心 最終令它之後更加有信心 入侵了原本蘇台特區的擁有國家 甚至之後再做一部突襲波瀾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邏輯關係 要清晰和組織你本身鮮明 所以其實同學平時做NOTS 已經要做這件事 但不是去到考試那一刻才做 而且本身這科目中 我們都會用到博論 博論來一期基本上正如19年的時候 要你比較衰弑責 還是極權豬的興起 誰對於當時的二戰爆發更重要 我們其實會想的時候 如果我要印證 雖然政策還要極權豬的興起 或者極權豬的興起 還有一個雖然政策的時候 我究竟可以用哪些角度出發去看 例如當時被動和主動性 這件事去說的時候 會不會實際上極權豬的興起 它帶來的一個主動性的侵略 但實際上雖然政策 它只是被動性的回應 實際上我們去想的時候 會不會是極權豬的重要 因為極權是主動的 它是主動的侵略 所以雖然政策才被動回應 實際上我們會想的時候 會不會用一些清晰的角度 去表達清楚 究竟整個關口是怎樣 而不是單純寫了一堆 原本背了論句出來 因為平時這些 如果在JOMLOOKS的時候 真的比較多加留意 其實本身去到考試的時候 組織會比較好 否則如果一旦去到考試的時候 臨場先想先寫的話 就變成寫出來的東西 通常Market看下去 思路會很紋亂 另一個我想多問 就是在考生表現上說 有關那些歷史的資料 有時說同學胡亂堆砌 有些說用得不清晰 其實在用過史料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用 還有現在我們還有幾個月去準備 那麼多歷史資料 應該怎樣去溫好 首先第一件事 因為這一科目中 單單溫其實很容易 轉頭又忘記了 而且很多時候 其實這些資料沒有那麼清晰 JOMLOOKS的時候 其實真的習慣 將每一個課題 習慣用的例子 自己寫出來 所以我們本身第一個步驟 一定要找回常用的例子 然後我們本身 找了常用的例子 之後 習慣去到分析的時候 其實本身 我們所謂的吹水和分析 吹水和分析最大差別是什麼 吹水是貧空的 基本上其實沒有什麼有效的 可以支撐到 但分析基本上跟吹水相似 其實分析就是 我說完之後 我有明確有效的例子去支持 就像剛才我說的 雙刑政策 雙刑政策本身 其實是上去做的 可能是以退讓的方式 希望滿足你 令你不要再去侵略 但實際上我們去到 講的時候 加起大戰爆發 我們都要拿回例子去認證 例如本身的雙刑政策 他就例如在當時的 慕尼克會議裡面 給了當時的蘇塔特區德國 令德國野心更大 捷克的國力下降 最終當時德國更容易 可以兵不血印 入侵入捷克 實際上加了這個例子之後 我們都能夠將雙刑政策 導致大戰 有一個明確的論據說明 在這些情況下 基本上我們做的時候 要想清楚 究竟我們的項目是什麼 然後再加例子進去 每一次都是這樣做 項目 然後例子 究竟我要做的時候 我們要先想做項目 否則如果單單堆一堆東西在這裡 其實很多時候都未必看得清楚 或者未必掌握到 你回應和題目的關係 但其實考試有一點 都是非常重要 可能每一次我們都要問的 就是時間分配方面 我這麼用心讀 究竟我回答長題目 和其他題目的時候 我怎樣分配得最好 當然時間控制其實很重要 因為始終本身在限時的考試裡面 DBQ基本上是120分鐘的時間 作答60分的分數 最基本就是每一分的分數 是有兩分鐘時間作答 3分6分鐘 8分16分鐘 本身DBQ其實有四條題目 換言之120分鐘裡面 即是每一條題目是30分鐘 即半個小時答一條 對 半個小時答一條 所以基本上 而AB文通常是3分加4分 或是4分加3分 而C文是8分 如果30分鐘裡面 你預計真的一半時間是AB文 一半時間是C文 這是最簡單的分法 SA基本上就是 每一條有40分鐘時間作答 變成90分鐘時間作答兩條 如果大概5分鐘 預計大概5分鐘作答時間 即作答案作答案 大概40分鐘時間 始終本身如果你答太久 令內文不夠豐富 其實也是一個問題 但當然如果你真的 完全不批判直接落筆 當然一搭起來 一有瑕疵或錯漏 這就很麻煩 這裏我都給了最後一個建議 我個人的建議 因為處於考蘋果 有一個灰色地帶的地方 就是關於錶方面 因為本身錶 作為一個專業的考生 其實應該有的是計時的電子錶 但計時的電子錶 本身沒有列明度規定 電子錶 就像是跑手 由000開始計時 你只要在開口那一刻 按一下 開始按鈕 其實你計算很簡單 030 即是三分鐘 你一定要轉第二條 100 即是一個小時後 一定要再轉第二條 你計算時間 會計算很多 不如再問問Cyris 因為很快便到歷史科的考試 2020年到大年初一 會否有熱門題目或深水的提示 可以給同學定心 暫時如果計算相片或是實習科 總共有十份的部分 十份的部分 出了五次 出日本的戰後發展 問一個因素 是否影響日本戰後發展 即是主因 問了五次 但其實日本的戰後發展 只能說是三分之一個課題 因為日本上半業家 日本下半業家 東南亞是一個完整課題 但其實他很少問日本上 原本日本上應該多問 但反而少問 但他問了五次 都是同一件事 是同一件事 今年為何不溫好呢 今年 我覺得起碼基本認知 先說一件事 Past Saver 起碼基本要有認識 Past Saver近年DHC 翻炒很多 因為近年每年都有翻炒 Cyris 你自己的翻炒 是一模一樣 九成像 History的翻炒 其實是很接近的事情 例如他可能會問民主政府 即SAP government 即是美國為首的民主政府佔領 民主政府佔領 是否影響日本戰後發展的最重要因素 或者他再問 民主政府佔領 是否導致日本戰後 經濟復甦的最重要因素 其實他們會一直這樣問 因為這些情況其實很常見 正如19年的時候 他問了一條問題 關於雖性認策 還是極權主義 即是Apistimal policy 雖性認策 還是極權主義 誰對於異戰爆發更重要 但他以前也問過關於巴黎和會 還是經濟大失調 對於異戰爆發更重要 其實題目的樣子 即是問的形式是一樣的 不過將兩關數轉了 變成其實問的形式是一樣的 純粹一關數轉了 就這樣問出來 其實真的很常見 Pathsaper 近年題形上炒的事情很相似 所以Pathsaper 我真的強烈見學生 一定要有認知 至少是Pathsaper的題目 或者本身參考的指標 對於校生變 至少是調色的 因為坦白說 坦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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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認識的題目 質素一定不及考評局 而且考評局的考試 明白嗎 所以你最好是 看出考評局的題目要求 因為坦白說 如果有補習的同學 當然補習的時候我會教你 但如果你沒有補習的時候 你更加需要看 因為真的 如果你真的看得多 就算你不補習 起碼你答題觸覺是真的可以的 但如果你真的不看 很多時候 你不知道要提目要求你做什麼 所以Pathsaper 我建議首先搞定 好 想很快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捲一 我在看考生表現或答案 經常都出現兩個字 第一個就是答案含運 第二個就是欠缺均衡 究竟怎樣可以避免這個錯誤 首先第一件事 答案含運 其實本身的項目未必那麼清晰 這個問題 而我教的時候 坦白說 我都強調很多時候 自己做項目的時候 一定要把東西分開 分清了 不要砍一塊 例如本身一個招題 一個段落 其實它標準的要求 其實就是線索和解釋 就是線索和你的項目 其實你做的時候 你要很清楚知道 我的線索是什麼 我解釋什麼 最簡單最簡單 但是不要抄太多 抄太多 抄太多 小marker不是很喜歡的 資料指什麼 可以看到什麼 這個就是線索 這個就是解釋 資料指就是線索的部分 可見就是解釋的部分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做法 這個做法 可以令你本身整個 線索 解釋 清晰意見 而且這個項目也起碼鮮明 但不要有些學生做法 不是那麼好的地方 就是解釋四分 他問一條題目 問有什麼看法 問一個感覺是什麼 很多學生喜歡一大段作答 就像整個版紙一圓 即是炒賣 作為Marker改的時候 其實坦白說 他只能夠根據你 整體的印象 去到評分比 而這個不是那麼好的 坦白說 很亂 因為我純粹看完一堆東西 你覺得你怎樣也怎樣 最好的時候 其實就是逐個項目 分清楚 好像第一個項目 線索解釋 第二個項目 線索解釋 逐個項目 會令整個作答的時候 會清晰 那怎樣均衡一點 均衡就是 第一要理解題目的要求 這是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學生 未必知道題目的要求 就會未必均衡 例如 問日本在什麼程度上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其實問在什麼程度上 其實題目已經有 有個意思是 它有現代化 又不是現代化 你們要儘量兩邊都寫 而儘量拉均衡 但當然未必絕對均衡 可能有時候是7.3 6.4 5 其實這些比例都算是理想 但很多時候學生 未必有一個意識去寫 這是第一件事 即是對題目的答題 認知度不足 第二件事 時間測試也是那一句 因為很多學生 沒有時間 然後狂寫他想寫的東西 因為我有時候 會形容一些 能力很大 但發得差的學生 叫猛獸 因為懂得太多東西 寫了一邊 狂寫 即是他一開考 狂寫 然後控制不到自己 但很多時候 真的要設定控制 即是要控制自己 跟自己說 我預料多少時間寫什麼 多少時間寫什麼 所以變成 這是一個意識量問題 而且資料題裡 通常詩問 都叫你參考資料並就我所知 資料並就我所知 是一半一半分數 所以兩部分都要進入均衡 今天這個小年大年初一 再次感謝來自英皇教育的 KWO Osiris 各位猛獸同學們 我們冷靜點去吃一件蘿蔔糕 下星期還有時間再見 再見 拜拜 好人想 熱點的彈琴 熱點的唱歌 聲多分服 個個喜喜揚揚 喝個杯 祝你個個都開心 歡唱 喜喜揚揚 揚日四方 齊高歌 多聲方 今晚開心 請請鼓掌 齊高歌 高聲將今晚開心 再請欣賞 熱鬧前吊 熱情又放涼 人人陶醉 以情仗相相 相對對共欣賞 熱點的彈琴 熱點的唱歌 聲多分服 個個喜喜揚揚 這麼多歡喜 你個個都開心歡唱 喜喜揚揚 楊日四方 楊日四方 熱熱鬧鬧燈 聲亮 酒靜香 滿身分點意香 快唱唱我願 與你們快樂 約你快樂 為你快樂多可唱 歡笑莫嚴 兩夜唱 願你我和唱 愉快到快樂時光 更快樂是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